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次我们去大股交流了之后 突然之间被开除了 我们去参加军贸文化论坛 就是要沟通嘛 结果很多人就说 好 我跟这个范真忠 开除我们两位 那李先生就打电话 跟那个范真忠我们讲 不管是党 不管是国家 不管是社会 甚至于跟世界的国家 都应该有一些交流 所以他很肯定说 你这个交流你不要烦恼 这也是对的 应该要有一些交流才对 我就觉得说 他真的心中宽大 他有世界观 能够容纳在一个大的一切 他们有勇气 做一种时代的改革 这是很不容易的 那么同时呢 他心中是不挂爱 他就常常用圣经的话语 说他要来做圣经上的 早期以色列人的 出埃及记的摩西 所以他获得很多信仰上 大家对他的尊信 受网友 感谢兴奋 这就是投资 接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